暗春食堂主持 陳榮泰 蔡浩良 回到暗春食堂 今天我們有個斧頭阿龍咖喱 Pat姐在這裡 你好 其實阿黎也是聽通哥說了一個故事 通哥在這裡住 這裡有很多扎根香港的本土店 為什麼少了那麼多香港人來幫忙呢 讓Pat姐說一下 其實不多不少 甚至極大可能是跟內地客有關 不過好不幸呢 內地客在這裡已經沒有了 但是之前離開的香港人 又被他們趕走了 你問我 佐敦、尖沙咀、油麻地、銅鑼環 我就不去了 今天來到這裡 只是給面子 泰哥和Pat姐 其實現在這裡 不從街那些名店的生意 是不是差了很多 全部 簡直是KO了 我一定要用KO的字眼 你覺得原因是什麼 原因是很多環境因素 譬如大家 河包沒有錢 信風水 因為高鐵製造了一個大洞 如果不信風水 就像客人所說的 路線圖改了 譬如以前 即是有個西鐵之後 連尖沙咀、東、洪磡、尖沙咀 那些人都不會下來這裡轉車 以前我們這裡轉車 就是全門元朗、全灣、觀塘 現在有了地鐵、西鐵之後 那裡的人不需要下來坐車 不下來坐車 就不會來這裡幫助我們食肆 好像我們以前有的客人 每一天都要來這裡坐車 他就設定了 一天來龍咖哩吃咖哩 一天吃什麼 轉車 轉車 因為他住屯門元朗 他一定要下來這裡坐車 他不會到旺角 一定下來這裡 下來這裡 在公司放空下來這裡 排長龍幾條蛇餅 還有你記不記得以前有亡命小鮑 這件事 但現在你聽不到 因為小鮑佬都沒有生意 排蛇餅 又肚子 不如先吃東西 當你有蛇餅 即是有人流 有人流 我們就有生意 不如以前有一千個人在等車 他衰衰地都有八百個 留在這裡吃東西 每一間店舖有多十個八個 每一次有多十個八個 每一個小時 很好 但是問題現在 連鮑佬人都叫救命 他們叫救命 連大關係 連我們都叫救命 沒有辦法 而且租金貴得緊不緊 寫字樓又少了很多 由尖旺這個寫字樓 我想只有三成 即是下午 寫字樓來吃晚都少 是少的 午餐很少 是我們做熟客 知道這樣的環境 在附近做 譬如診所、醫院 很多我們還有QE 都有些客人 但如果QE都搬了 我們便死了 因為以前這裡有很多政府 譬如有日本人事務處 那些人拿出生紙 或者做護照 拿出生紙 他又要等 你要吃 現在那個又搬走了 政府大廈又搬走了 人又走了 當然沒有人流 我們早餐那些做茶餐廳 做餐廳那些都很慘 現在都 變成要做那個 阿泰哥那邊地頭 沙基灣的東大街 東大街 不是轉車站 又不是小巴站 那些人就是去找東西吃 又去沙基灣東大街 找東西吃 因為是小大陸人 遲些不知道會不會 變成以前來這裡 除了轉車 真的來找東西吃 但太多大陸人 接著又拖行 我們香港人不去 如果我們現在知道 這條街沒有大陸人 他們就來這裡找好東西吃 不是沒有錢 是不想逼 而且都不是的 因為現在多了一個 叫做園區消費的東西 因為各區都有太多商場 他不用特地下來這裡做 除非好像通過那樣 引氣 不行不行 我一定要下來吃 因為其他地方吃不到我們這個街 真的吃不到 吃不到 或者有類同 但味道是不同 就會特地下來 幸好我們還可以生存 就是因為有這個屬客 我一定要吃正統食物 不可以吃流水食物 我們還可以生存在這裡 雖然剩下 沒有七成生意 但還有三成 資源減少 即是重量減少 資源增值 開源自流 沒錯 沒有資源增值 我看到Pat 都自己一個人 親自過後 自己看策 收住盤 還有現在這些很難請人 我們飲食業和這些店舖 真的很難 因為太聰明了 太聰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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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擔心我的人 這麼短命 不是 我一開始 我只要兩叫 我把幾課 自己做完 做完 那用什麼聘請人 所以現在又 還有生意真的差了很多 如果真的很好生意 好像以前那樣 坐爆門口 即是坐爆門口 還要等十幾個 那我就一定要聘請人 傻的都要聘請我回來 喂 專門去收拾桌子 這樣就夠了 但現在不是 現在真的很差 坐爆門口 但靠那些老街坊 剛才我見你也有幾個 說幫襯你二十幾個 這些不是在那裡住的 全部都在別處來 幸好還有這些 即是搬有了回來 特意幫襯你 是的 這些真的在別處來 通過這些或者其他客人 都在別處來 不是Local Local客人真的少很多 因為被外籍人士 侵佔了坐爆門口 那些等級就低了一點 鬼佬呢 鬼佬客人多不多 鬼佬客人就是遊客多 有班人都很喜歡吃的 即是他們根本就像你所說 他喜歡吃咖喱 他一聽到咖喱 嘗嘗我們 個個都頂嘎嘎 有日本 不是日本 美國 西德 美國我們和美國和德國 有人賣過我們 那些旅遊書 是的 我們當然不知道 我們當然不知道 因為我們沒有特意去買廣告 他們可能寫完說好吃 有些是看書來 就是這樣 或者日本 即是為何我們現在不賣廣告 因為一來錢問題 而且現在太過雜了 而且我們 那些Open Rise那些你沒有做嗎 沒有啊 那些要付錢 四千多元 一個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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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不是搶錢啊 因為他現在明星了嘛 明牌了 又被人收購 明牌了 他說你買來 你想人都認識你 你就付錢 但問題是 如果我要每個月付四千多元 我的洋蔥就要減少 雞也沒有那麼厲害 那隻蝦也沒有那麼厲害 鮮油又不用給你頂級 新鮮鮮油給你 那你就沒有 嘗一嘗就好吃 沒有 但這個沒有咖喱 這個清一點 但其實是好吃的 但我再問那個 米芝蓮星有沒有興奮過你們 曾經有些人 沒有 秘密來的 查看之類的 那些因為要付錢 又付錢 米芝蓮星 對呀 不是說有什麼臥底嗎 沒有了 沒有臥底的 那個故事是怎樣的 第一天的時候 剛剛來米芝蓮的時候 好像現在我們 某幾個明星說 那些臥底那些人 專誠 說這裡正 他們全部都要付錢 我就很好 不知道是不是我漂亮 所以很多人 和我做的 譬如全部是朋友介紹 或者這裡有個這樣的東西 幫忙幫忙幫忙 或者來這裡寫一下她 這樣 譬如這個美女 那個 劊頭手 仰兒 唔安兒 吳安兒 世界總冠軍 是啊 這個 走了 或者是王戲 所有人都是 從小吃到大 唔安兒 不是 唔安兒 唔安兒來的 最喜歡吃什麼 咖喱牛腩和甜薄餅 這是她 新興的食物 不是啊 我們已經很多年了 是啊 他住這一條嗎 他不是煮頭,他特意來吃 但他現在因為形象問題 他已經說我不可以再來 為甚麼? 因為他要吃一個甜蜜餅,一個飯 那些人也要大吃 開個飯 他要吃這些,又要吃那個飯 他的份量就會高了 他現在要美女形象 他有人跟著他 看著他不可以超標吃東西 所以他不可以來 反而他父母經常都還來 他們父母帶他來吃 他吃下去,說OK 所以那次剛剛 應該是五、六年前 他剛剛好像做世界冠軍 有人訪問他,這個是星女日報 他就說,我和你寫下 他問我有甚麼好吃 我又和我寫下 這些都是全部不用錢 所以我現在只可以 我又OK 那真的星島特意約 吳安怡來這裡 因為他訪問他 他又順便介紹一下吃東西 又介紹一下說話 又介紹一下香港 那吳安怡就是主動 我們在這裡拍 是的,我正在做這件事 這件事真的不錯 就是我美女 這件事真的沒有美女 沒得撐 要真的好吃才會介紹 所以他知道我們用心來烹調這些食物 給別人 不是流水 例如這些鮮油 我們用這些大隻的鮮油 剛才我們又剪小了 我們用鮮油的尾巴很長很大 而且不是薄肉的 是厚肉的 是的 所以這些就是有趙口 爽 是厚肉的 是厚肉的 那你們中間沒有下場過 是厚肉的 是厚肉的 其實是厚肉的 但是沒有辦法 現在為了找食關係 還有我們懶不下班 要收拾很多東西 所以我們就繼續開 繼續做 還有下午是靜點的 事實上 今天也很避免的 其實呢 因為呢 其實都在做生意 他其實都有半做半做 因為大家可能在節目裡面 大家可能會聽到 下午茶是否有時間 之類的 我們都可能未必會剪完 趕著出街 那些節目 大家可能聽到別的聲音 就證明其實 一直在做生意 這裏是有生意的 大家要知道 是有生意的 多方面給面 多方面給面 這些全部都是 那說回肉 是的 師傅他要這個 咖哩牛腩飯 在那裡吃 在那裡吃 是的 是的 是牛肉 牛肉 謝謝師傅 謝謝 那其實 Pak姐這裡有很多的組合 我想就是慢慢演變 接著配合 等走回不同的人 吃不同的配咖哩 是的 我看到這裡海鮮也有 魚蝦蟹 雞 牛腩 牛筋 牛腥 羊肉 雜菜 牛尾 雞 然後蝦 又很大隻 雞 雞 其實是否真的 每樣肉都配到你的咖哩 還是有些 有些 不是 鑑硬的 例如我們巴基斯坦咖哩 豬一定不可以 我們一定不會賣豬 正宗的巴基斯坦人 他們只吃雞 羊 因為牛太貴 所以他們很少吃牛 但我們覺得 牛的配價是超 燒熟 燒熟 因為燒的時間很久 燒的時間很久 燒的時間很久 汁會浸得更久 譬如現在我們吃的這幾樣 都是即叫即煮的 譬如雞我們是浸熟的 如果浸太久 浸熟 然後放進咖哩裡 煮熱 最多是十幾二十分鐘 牛腩是三四個小時 老實說這些全部 和鮮肉 不可以煮太久 一煮 夠火 三兩分鐘 你用西鮮蝦嗎 不是 我們用澳洲的冰鮮蝦 煮得好吃 是的 蝦對咖哩是絕配 其實這樣說 我們自己用的材料 是比較好 因為自己用梅蝦 其實有時加貨也有差池 但會出水 反應沒有 沒有 可以 蝦解凍後 解凍後 你當然要給它 沒有酒油的 沒有酒油的 解凍後 先放一放 你不可以先冰 冰冰冰地丟進去 反正冰冰冰地丟進去 所有的肉都不好吃 老實說 老實說 全部肉是解凍了 譬如新鮮 我們要新鮮的 沒有雪藏 蝦就是雪藏 魚我們都不是雪藏 解凍後就這樣放進去 解凍後就這樣放進去 解凍後就做好 譬如剪 修靚 修靚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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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邊 除了蝦腸之後 就放在雪櫃裏面 到有客人就叫 我們又不可以 怎樣說 做不多 譬如幾份 譬如繁忙時間就做多些 非繁忙時間就不要做 叫就做 譬如今天又不太方便 蟹就即跳即煮 蟹的味道 真的沒得頂 咖喱蟹也是這個醬汁 是的 其實底是一樣 但煮出來的效果是不同的 濃味老實說 是羊 牛腩 這些是最濃味 因為煮的時間下 但海鮮那些 因為有蝦頭 有水 滲入蝦味 有絲味 蟹又一樣 因為蟹比較大 水分 倒進去 簡直是 你幻想一下 水蟹粥 為何好吃 沒錯 其實就是蟹的汁 放進咖喱裡 沒錯 將它 釣起鮮味 不同 濃味 所以就是看你 想要什麼味道 想吃濃味 那種蟹呢 我吃過最好吃的咖喱蟹 就是泰國 泰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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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用蛋 泰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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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煮 煮出來 用那個時間大約十分鐘 那種蟹的水 例如蓋的膏 掉落 在咖喱的醬 那裡 效果出來 鮮得很膠關 不懂用什麼鮮 那你用什麼鮮 用高蟹 肉蟹 因為高蟹 有個問題 就是 它的高字 沒有水分 沒有那麼多 又不可以用水蟹 因為人家出來的效果 說你騙人 沒錯 有時候我們會被人罵 你鮮幾次 三百多 沒有 看大小 沒有時價 大概二百多至三百元左右 那不貴 不算貴 其實蟹不是賺錢 例如有些客人 特意 很喜歡吃蟹 他來到 他不吃肉 他又喜歡吃蟹 那就只吃蟹 有些人 例如 有些人經常吃雞 因為不吃牛 或者拜觀音 或者宗教 或者有什麼需要 他不吃牛 那就經常吃雞 或者吃海鮮 其實真的 我們去到每一道食物 都有一個推介 如果我今天來到 我們的死窮鬼 我會推介你 吃咖哩羊架 為什麼我都吃咖哩羊架 我想 因為剛才我吃過的咖哩羊架 真的煮得剛剛好 因為外面有些懶惰 又說五成熟 其成熟 黏了骨 咬也咬不到 那種感覺 但這個是剛剛好 那個嫩滑 而為什麼我推介大家吃咖哩羊架 一百二十元 三次 剛才我們吃過三條大肥佬 包括現在拍攝攝影機的阿謙 都吃到咖哩羊架 而且羊架不是那些 哇小小小 是一寸厚的羊架 是啊 沒有辦法 如果你要選牛 我是不吃的 所以我選不到 好爽啊 但羊架我相信是一流 蟹可能兩人吃二百多元 太貴了 因為我們精打細選 咖哩魚頭 我相信一樣可以放到那種海鮮 噢是 但是你要記住 我一定是喜歡選骨頭的才好吃 咖哩魚頭 什麼魚頭 我們用大魚頭 但是不可以用三文魚 有些人說 三文魚就可以了 有魚頭 但問題是味道是不行的 因為沒有鮮味 沒有魚鮮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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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這些 我們講來真的 加文魚多數是急凍魚頭 是的 急凍魚頭是新鮮 所以現在我們大致上 都是用新鮮 但有些貨 來源是沒有新鮮 還有用新鮮是不行的 好現在我們的咖哩雞 都沒有新鮮 因為中央塗改的問題 冰鮮 是的 我們現在用的可以的 可以的 因為不是冰鮮 很嚴重的那些 不可以的 我們這些 他說在上面 湯圓 就雪 然後拿下來 最多一兩天 即不是硬了那些 不是硬了那些 因為你解凍 那些 那些味道很難的 如果用新鮮雞煮咖哩 都可能會告訴別人 你不會放的 根本不需要用新鮮雞 以及賣了那些 我們以前 雞便宜 和香港又可以燙雞 那些價錢便宜 便宜 便宜了會這樣做 也是用新鮮雞 其實那些味道是不同的 真的 都是很雞味的 但現在 因為環境問題 和政府 不准你有新鮮雞 而且太貴了 如果一隻這個尺寸 三斤 我們要成二百幾三百元的成本 不行 那我們怎樣賣給別人呢 我們現在賣這個 都是六十多元 如果用新鮮雞 不計我賺錢 我都要賣八九十元 那別人說八九十元 你這個咖哩雞 即是窮鬼那些便不行 其實有少許無奈 我經常都跟人說 哪些東西最好吃 經常跟家人 即是任何人說 最好吃當然是你家製的 因為你家製一定用到最好的食材 沒錯 但有時又很老實說 我難道經常在家裏 勞絲隆重去做生炒排骨 這些一定在街上吃 生炒排骨都快 這個四個小時 這個四個小時 但你開工 開它切洋蔥 撕蔥爆油 有位叔叔說 哎呀妹 我來吃就二百元 我買料自己家製二百元 這麼大煲 但我每次煮完 我老婆便想打死我 整個咖哩味 沒錯 整個桌子是洋蔥 是油 還有 因為你要用 熬五尺的尺寸 它才熬 即是像老火湯 你小小熬 沒有用 熬不到味道 你要大熬 那你四個人吃 那你只吃剩 你在外面吃 叫四個人 當然吃不完 即是吃了一點 但問題是 你熬這麼大熬 你怎麼吃呢 他下了一個雪櫃 他老婆便想打死他 這樣 另外那個咖哩雜菜 那時候減肥 其實我也很喜歡吃咖哩 那時候減肥做事 不能吃肉 但又要吃咖哩 就一定是叫咖哩雜菜 那時候吃 一定減不到肥 九龍城那間茶記 就是成龍居 成龍居 對面之路 那裏 那裏那些咖哩雜菜 一定是雜菜 西蘭花 是啊 我們都是 然後 菜心 蘑菇菜 然後上面鋪是蛋 有些咖哩汁 我們沒有蛋 你說好不好吃 其實當然不好吃 但你因為減肥 那時候 打算割肉 後來就算了 放棄 但其實咖哩雜菜 又是不斷出事 其實我覺得是遷就人 我想 Pack姐都不是主張特別是咖哩雜菜 沒有辦法 因為有些人真的不吃肉 所以一定 印很多都是素食者 所以菜真是印的 其實應該這樣說 這個我們的咖哩雜菜 是給中國人 真正的印咖哩菜 他們不是吃菜 是吃豆 薯仔 薯仔 那些 還有菇 是 最好吃的是薯仔 雜菜最好吃的是薯仔 我們這個雜菜是沒有薯仔的 沒有薯仔 那有些什麼 其實我們的咖哩 巴基山咖哩是沒有薯仔的 薯仔怎麼出來的 就是我們香港茶餐廳的老闆 想想一下 很巧 煎幾個薯仔上去 那塊肉 沒錯 肉又少些 但又很大體 但是真的有人喜歡吃薯仔 事實上 所以我們也有咖哩薯仔賣 就是另外叫 以前太子那間 真的有的 真的有的 只咖哩薯仔 很好吃的 我們也有的 這裡也有的嗎 是啊 我看到阿謙流口水 就過來吃 我們休息一會 先讓他們過來吃 等一下 一片 真atter 請 感谢观看